刚才江英雪说 他为村里的药草种植和作舍 拿下了一笔超级大订单 江英雪那个女人的本事 陈东是见识过的 从河流改造那件事情上 陈东就已经看出 这个女人完全就是一个 固头不固定的货色 也是 这女人的屁股长得那么翘 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是很难顾忌得到 在陈东看来 江英雪办事的本事不大 惹事的本事倒是一流 如今 他却说自己突然替药草合作舍 拿到了一笔超级大订单 订单的份额 甚至大到需要雇人 来帮忙照料才行 如此大的订单份额 实在是少见 要知道 即便是之前一人集团需求量 再大的时候 也没到这种要雇人帮忙的地步 而且 这个超级大订单来的时间 也实在有些巧合 早不来 晚不来 天天在楼太公立下的投名状 让整个淮城的名流 都针对自己的时间来 这真的是 让陈东想不怀疑都不行啊 陈东觉得 有必要找江英雪 问个清楚才行 这个所谓的超级订单 要真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自然是好事 可这笔订单 要真是什么人埋下的雷 那可就麻烦了 毕竟 那药草合作舍 可是陈东亲手创立的 那些种植户们 也都是因为信任陈东 才会加入药草合作舍的 要是这药草合作舍 真出了什么篓子 那不说陈东要负责 他心里也绝对会过意不去的 随后 陈东便直接朝着江英雪家里 赶了过去 赶到江英雪家里时 就看到江英雪正在厨房里忙活着 今天的江英雪上面 穿着的是一件紧身的超短T恤 将纤细的腰身 都给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下面一条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 更是将翘臀的曲线 都给展露无遗 令人迷恋 只瞥了一眼 陈东的目光 几乎都快要移不开了 不过他今天来可是有正事的 最终还是打声招呼 江村叔忙着呢 正在忙活的江英雪 转身看到是陈东 顿时就没什么好脸色 也是 上次江英雪可是亲眼看到 陈东被缝起了那个小丫头骗子 当了众人的面 又搂又爆 还喊老公的 对于陈东这种渣男 江英雪能有好脸色才怪 你来干什么 江英雪美好气地倒 陈东满脸善笑 我来当然是来视察一下领导的工作 最近做的咋样了 嗯 好香啊 江村叔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 家里还有没有龙饮了 拿出来再让我尝尝啊 陈东不说还好 一提起龙饮 江英雪顿时又想起那天他被陈东顶了一下的场景了 一张俏脸顿时一片飞红 你想的没 江英雪愤恨地道 别说我这里已经没有龙饮了 就算有 我也绝对不会给你这种渣男喝的 渣男 陈东愕然 哭笑不得地道 你这话可要说清楚 我什么时候渣过你了 随后 陈东又想到什么 道 我知道了 你该不会还在为那天那个小姑娘的事情吃醋吧 怎么 你也就绝了我一下而已 咋还绝出感情了 江英雪不过一个刚当大学毕业 处处茅庐的小女生而已 哪里听得惯这种虎狼之词 脸上的飞红顿时蔓延到了脖子根 连说话都快不利索了 你 你说什么呢 谁 谁跟你绝出感情了 这话光是从口中说出 江英雪就觉得骚得慌 行了 没看到 我还忙着呢嘛 没什么事 你就先出去吧 江英雪真是一秒钟也不想看到 这个口无遮拦的粗野男人了 陈东却是并没打算就此离开 别借啊 我这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连口饭都不管我的 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 我可是记得 上次我来的时候 你可比这热情的多啊 咋的 用得着我的时候 就热情的跟见了老公似的 用不着了 就把人当公公打发了 你这渣的 比我可厉害多了 听到陈东这话 江英雪顿时就被逗笑了 其他不论 这家伙的嘴倒是挺能说 看到江英雪态度缓和了一些 陈东这才打算 把话题转移到正事上面 陈东随后甜不知耻地唱起了高调 而且我今天过来呢 主要也是为了视察领导你的工作的 江英雪顿时一阵无语 且 我的工作 还需要你来视察吗 再说了 你怕是连我每天做了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吧 陈东清笑一声 我怎么不知道 我可是听说 江村书最近又为咱们村的药草合作社 拿下了一个超级大订单呢 江英雪脸上 瞬间浮现出了一抹亚异之色 哟 没想到啊 你消息倒是挺明通啊 我早上才刚签的合同 整个村里总共也没几个人知道 你就得到消息了 陈东洋洋自得地倒 那时那时 别的不说 就论着群众基础 咱们村里能给我比的 还真没几个 听到陈东这般自夸自雷的话 江英雪不由地撇了撇嘴 满脸的不以为然 随后只听陈东又问道 对了 还不知道 江村书拿下的这笔大订单 总金额大概是多少啊 江英雪二话不说 直接朝陈东竖起了两根手指 两百万 陈东猜到 江英雪翻了个白眼 两百万那还能叫大订单吗 告诉你吧 是两千万哦 怎么样 是不是很多啊 哈哈哈哈 江英雪 志得意满地大笑起来 而陈东在听到这个数字之后 眉头却是瞬间就皱了起来 两千万的订单 自从药草合作社成立至今 还从来没有接到过 这么大的一笔订单 关键是 这笔订单 大的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这让陈东更加坚信了 之前的猜测 这笔所谓的大订单 还真的有可能是有心之人埋下了一颗雷 陈东随即到 合同呢 合同在什么地方 让我看一下 怎么 你还不信啊 来 给你看看就是了 江英雪随即找出合同 直接扔到了陈东面前 陈东翻看了一下合同 最终将目光落在那合同的甲方上面 只见那上面的署名赫然是高氏集团 看到这个署名 陈东顿时吃笑一声 果然有鬼 自从清醒之后 陈东对于整个淮城的势力划分 早就已经十分清楚 他知道 这个高氏集团 便是淮城高家的公司 高家 在淮城乃是排得近前五的大家族 五家四少两元老 这其中就有高家 据陈东所知 这高家主要经营的是塑料制品 化工厂之类的产业 跟药草这些压根扒杆子都打不着 结果现在 这高家却突然跑到青山村这个山沟子里 跟江音雪签下了这样一个价值2000万的超级大订单 而且还刚好是在楼泰公立下 那头名状之后 这要说没鬼 那才是真的见了鬼了 你被骗了 这个合同是个圈套 陈东斩钉截铁地道 人本还在为拿到大订单而自名得意的江音雪 听到陈东这话 脸色顿时搭拉下来 圈套 你开什么玩笑呢 陈东一脸认真 我没有开玩笑 这个订单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 你被人坑了 江音雪气急返效 你才被人坑了呢 难道姑奶奶我在你眼里 就这么容易被人坑吗 你知道这合同甲方是谁吗 这可是高市集团 你知道高市集团背后的老板是谁吗 你知道高市集团有多大的体量吗 人家那么大一个公司 跑到这山钩子里专门给我设圈套 你觉得这说得过去吗 在江音雪看来 杀鸡用牛刀这种事情 像高市集团这样的大公司 肯定是不会去做的 陈东倾笑一声 言辞熟练地说道 高市集团背后的老板是怀城高家 是怀城五大家族之一 高家的产业 设计塑料化工等产业资产数十亿 你一个刚到怀城没几天的外乡人 都敢来考我这些怀城当地的人文知识了 你是怎么想的呀 江音雪不由意外 显得很是意外 他本以为陈东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农民 平日里就窝在山钩子里 对外面的事情都不了解呢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江音雪轻哼道 既然你知道高市集团有多厉害 那你还 正是因为我知道高市集团有多厉害 所以我才会认定这是一个圈套 陈东看着江音雪 一脸严肃地分析道 据我所知 高市集团如今所有的产业 几乎都集中在塑料制品与化工产业之上 其他最多也就参与建设了两个小型的楼盘而已 之前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跟药草有关的项目 他们现在突然大老远跑到这山钩子里 给你签下这样一个药草的订单 你觉得合理吗 几句话对得江音雪说不出话来 或许 或许 江音雪之无了半天 才试探着说道 或许他们忽然就想要转型了呢 江音雪似乎是终于找好了一个理由一般 果断地说道 没错 他们是想要转型到药草行业 所以想要拿咱们青山村的药草试水 这也很正常吧 陈东简直都无语了 人家高家在自家擅长的行业 搞得风生水起了 都几十年了 也没想过要转型 而且就算他们要转型 至少也要转一个 跟他们擅长行业相关的产业来转吧 直接从化工转到药草收购 现实吗 隔行如隔山 这么简单的道理 小学生都懂 他们高家会不懂 我 江音雪彻底说不出话来 不过江音雪却仍旧是不肯相信 资产几十个亿的高家 会专门签了这么一个合同来坑他 好吧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高家这么做 图什么呀 江音雪反击道 这个 陈东顿是有些无言以对了 他倒是想把 是因为自己被楼太攻下了投名状 所以被高家等一众怀成名流针对的事情 告诉给江音雪 不过陈东也知道 就这样简单地说出来 以江音雪的性子 怕是根本就不会相信的 而且 最为关键的是 江音雪这边 跟高市集团的合同 都已经签好了 墨已成舟 现在再说这些 也已经没什么用了 所以最后 陈东所幸就什么都不说了 而陈东的沉默 在江音雪看来 却是无言以对 江音雪瞬间就得意起来 怎么样 说出来了吧 所以说 人家高市集团 分明就是真心想要跟我们合作 结果却被你防贼一样 像你这种谨小慎微 草木皆兵的男人 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吗 陈东原本都不想搭理了 可听到江音雪这番嘲讽的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没错 我这个人就是太精效慎微了 乃像你江大小姐 一上任就搞出修和道那种大事来 我 江音雪顿时背对的没脾气 陈东还不肯作罢 又接着说道 人家高家几十年的化工生意 结果也是你一上任 人家高家二话不说 立刻就开始转型 转型就转型呗 人家还偏偏转型到药草行业 还偏偏跑到这扇钩子里 找你签大合同 江大小姐 你这可以呀 你不光屁股比别人翘 你这脸也比别人大呀 你 江音雪气得蹊跷生烟 这个家伙 损起人来 那是真损啊 行了 该说的 我也都已经说过了 你还信不信吧 而且你合同都已经签了 现在再说这些 也已经没什么用了 不过 我要最后提醒你一句 这合同上面标注的非常清楚 半个月后 就是交货的最后期限 你要是不能按时交货的话 可是要三倍赔偿的 两千万的三倍 那可就是六千万了 你可要万事小心 要是到最后真栽了跟头 那江大小姐你可真的是要栽个头破血流的 说完这些 陈东便再也没有继续废话 转身便直接离去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江音雪气得简直要吐血 神气什么呀 神气 上次修和道 纯粹就是意外 真当你姑奶奶我是纸糊的呢 江音雪气鼓鼓地发着牢骚 不过发牢骚归发牢骚 陈东的话 江音雪有些还是听进去了 是啊 以高家的资产与背景 他们实在是没必要跑到这个小山沟里 找自己来签这样一笔超级大订单 除非江音雪能够想到的唯一一种可能 那就是老江 没错 以高家的资产与背景 突然跑到这山沟子里来签下这样一份合同 确实是有些说不过去 可如果是看在老江的面子上 那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 毕竟老江如今乃是怀成一把 高家为了讨好他 而给江音雪这个做女儿的送点好处 也是情理之中的 想到这里 江音雪的心情顿时就有些不太美丽了 他之所以大老远跑到青山村这个穷山沟子里 来当这个村叔 除了想要帮助这些穷苦村民 发家致富之外 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向老江 证明自己的能力 既然是要证明 那他自然就不希望老江对自己 施以任何的援手 结果现在 人家高家的人情都卖到自己家门口了 这样江音雪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郁闷 这个老江 就知道帮到忙 江音雪随即便拿出手机 拨通了老爸江海峰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那边传来了江海峰低沉的声音 喂 小雪 有事吗 老江 你是怎么搞的 谁让你瞎帮忙的 江音雪二话不说 上来就把江海峰给训了一顿 江海峰简直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啊 我帮你什么忙了 装 接着装 江音雪认定了一般 叫嚷道 难道不是你让高家跟我签下那个药草收购合同的吗 江海峰苦笑一声 什么高家 什么合同啊 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 江音雪愣住 什么 真不是你在背后帮我的吗 江海峰顿时一阵无语 我现在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 连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 我哪里还有闲工夫帮你的忙 还有啊 去那个什么青山村当村叔 也是你自己一意孤行 既然你都说了 要靠自己的本事 那你就别指望我能帮你 不仅我不会帮你 整个怀城现在都还没人知道 你是我女儿 所以那些外人的帮忙 你也是指望不上的 这一下 江音雪彻底傻眼了 看来这件事情 还真的是跟老江没有关系啊 可这就奇怪了 如果不是因为老江的关系 那高家为什么要跑过来 跟自己签这个合同呢 难不成 还真的跟陈东说的那样 这个合同就是一个坑 江音雪无论如何 也不愿相信 而电话那头的江海峰 却是已经懒得再跟江音雪浪费口舌了 行了 我这边还忙着呢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江海峰说着 直接就要挂断电话 不过随后 江海峰却是又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好奇地问道 对了 上次那个什么引流工程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笔钱到底是什么人自住的 你那边是不是已经有眉目了 事实上 自从上次通过电话之后 江海峰对于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 很是好奇 只不过他现在平日里工作都忙得很 压根就没时间去管这些闲事 所以只能趁着这个机会 从江音雪这里要个答案 哦 算是有了吧 我感觉资助了引流工程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我们村的那个臣 江音雪想都没想 就要脱口而出 只是 话刚说出一半 却又忽然停住了 你都不帮我的忙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江海峰顿时一阵无语 什么叫我不帮你 不是你自己说不让我帮你的吗 江音雪却是一脸的傲娇 我不让你帮 你就不帮啊 你难道不知道 女孩子的话 都是要反给听的吗 江海峰 行了 你不是挺厉害嘛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自己去查好了 我这边还忙着呢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江音雪学着江海峰的口气 老气横秋地倒 随后静就真的挂掉了电话 电话那头 看着已经挂断的手机 江海峰简直郁闷得不行 这个姑奶奶 还真的是越来越难伺候了 而此时的江音雪 整个人更是比江海峰还要郁闷 本以为给老江打个电话 一切就都能一清二楚的 结果没想到 却是更迷糊了 好在江音雪有一个优点 那就懂得放弃 既然高市集团合同的事情想不明白 那他索性就不再去想了 正如陈东说的 反正合同都已经签了 想再多也没什么用了 有着时间 还不如抓紧时间 把合同上所需要的药槽准备好 这才是正事 好在眼下药槽长势喜人 再加上河道改造工程 已经基本上完成 有了这些从翠绿河里引来的水流 来进行灌溉 暗期交付药槽 肯定不是什么难事 管他坑不坑的 在江音雪看来 只要自己能够暗示交付药槽 那这合同对他来说 那就是有利的 这样想着 江音雪的心情 也就放松了不少 与此同时 怀成 高家 客厅里 高坚成与高杰父子 此刻都是处于兴奋之中 爸 真是没想到 青山村的人 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哈哈 高杰得意笑道 高坚成轻哼一声 不屑地道 那是自然的 有些乡下的徒老帽而已 能有多大见识 咱们过去给他们下订单 那对于他们来说 就相当于财神爷 他们自然是要好生地共找了 高杰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 等他们交不上来货 可就有他们哭的了 哈哈 随后 高杰又想到什么 道 不过 爸 咱们要对付的 不是陈东的吗 现在就光搞他村子里的 这个什么药草合作社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高坚成轻笑一声 这就是你不懂了 我已经让人查过了 这个药草合作社 就是陈东牵头搞出来的 你猜 要是将来这药草合作社破产了 那些跟着陈东搞药草种植的那些村民们 赔了个血本无归 他们会对陈东怎么样 那肯定会迁怒到陈东头上啊 高杰想都没想 就直接说道 高坚成点头 这就对了 真到了那个时候 陈东怕是在村子里呆都呆不下去了 咱们让陈东弄了个无家可归 众判亲礼 你说楼太公会不会对咱们的表现比较满意 高杰顿时恍然大悟 赶忙朝着高坚成竖起了大拇指 借力打力 用最小的投入 换取最大的回报 高 罢您这一招 实在是高啊 哈哈 高坚成笑而不语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半个月后的陈东 被村民们众叛亲离的时候 会设什么表情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江阴雪带领着青山村的村民们 便开始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药草种植上面 如果是普通的药草 自然是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生长速度 好在这些药草所用的肥料 都是之前陈东专门炼制的特殊肥料 这才能够大大的提升这些药草的生长速度 以及药草质量 不得不说 江阴雪拿到的这笔超级大订单 对于整个青山村的百姓们来说 还是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的 要知道 这可是两千万的大顶单啊 即便是抛开人工成本这些东西 到最后分到每家每户头上 至少也能落到好几万呢 好几万 对于城里人来说 这兴许不算什么 可对于青山村的这些百姓们来说 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笔横财了 也正是因为有着对于这笔横财的期待 所以这半个月以来 青山村的村民们 从始至终都一直处于一种极为兴奋的状态 满心都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看到村民们欢喜鼓舞的样子 江阴雪的心中也是有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他之所以来当这个村叔 不就是为了要帮村民们发家支付吗 眼前这幅普天同庆的景象 不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吗 随着交货日期的临近 所有的药草都是长势喜人 照眼下这种情况 如期交付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距离药草交付还有三天时间 所有的药草基本上都已经完成生长了 就等着高市集团的人上门收获了 怎么样 你不是说高市集团的合同是个坑吗 坑在哪呢 江阴雪指着面前大片的药田 对着陈东就是一阵冷嘲热讽 陈东轻哼一声 不屑道 话先别说得那么满 你这合同不是还没完成呢吗 你记住在合同彻底完成之前 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 江阴雪一听这话 顿时就不落意了 你就不能盼得点好吗 你没看到村民们为了如期拿下这个订单 有多拼命吗 难道你就不希望他们能赚到钱吗 陈东苦笑一声 我当然希望 只不过 有的时候 事情并不一定会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现实 懂吗 江阴雪不由地翻了白眼 这家伙 永远都要跟自己对着干 陈东也知道 江阴雪不喜欢听这些 便也懒得再多说 不管怎么样 现在距离交货只有最后三天了 我提醒你一句 越是到了最后关头 就越是要小心行事 好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丢下这最后两句忠告 陈东便直接转身离去 看着陈东这副指点江山的模样 江阴雪不由地一阵不满 你就嘚瑟吧 等我们把钱都赚到了手里 看你还嘚瑟得起来 嘴上虽然这么说 不过江阴雪觉得 陈东的话似乎也不无道理 这俗话说得好 小心使得万年传 眼看这药草就要到最后关头了 谨慎一些 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于是 江阴雪随后便把刘洪伟 以及村部的人找了过来 让他们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巡查队 负责药田晚上的安保工作 在江阴雪看来 做好了这一切之后 药田的事情应该就能万无一失了 可让江一雪没想到的是 就在合同交付的前一晚 还是出了大事 这天深夜 刘洪伟带着村部的几个人 在药田里巡逻了一圈 确定一切正常之后 几个人便随便找了个草垛子睡了过去 天亮的时候 睡梦中的刘洪伟忽然被人喊醒 村 村长 你快醒醒 出大事了呀 刘洪伟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迷迷糊糊地道 出什么事了 大惊小怪的呀 那手下抱住刘洪伟的头 让他目视前方 村长 你快看啊 刘洪伟迷迷糊糊地超前看去 下一刻 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 整个顿时彻底惊呆 只见在他们面前 之前还长得好好的药草 此刻竟是全都蔫了 这些药草 一个个搭歪着个脑袋 枝叶干枯 显然是 就要糊成了 看到这一幕 刘洪伟一颗心 顿时便沉入谷底 曾 怎么会这样啊 几个村部的手下连连摇头 我们也不知道 好端端的 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好好的药草 怎么会突然都哭死了 这该不会是见了鬼了吧 几个村部的人都只觉得匪夷所思 完全搞不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洪伟却已经是彻底说不出话来 有没有见鬼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 这一次他们真的是遇上大麻烦了 快 快去把江村书找来 一个村部的人二话不说 立刻就跑过去喊人 不到十分钟 江因雪便被人从被窝里喊了过来 当他一路小跑来到药田跟前 看到眼前的景象时 整个人也是如遭雷击 彻底愣在了原地 怎么会这样 江因雪不可思议地看着刘洪伟质问道 刘村长 我不是说让你们一定要看护好这些药田吗 怎么才一晚上的功夫 就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倒是说话呀 江因雪气急败坏 把所有的怨气全都撒在了刘洪伟的头上 刘洪伟虽然无辜委屈 可也无可奈何 这时 一旁的村部成员看不下去了 江村书 这真怪不得村长 我们是巡查过一遍之后 确定没什么问题了 才稍微瞇了一会儿的 至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说不清楚啊 此时的江因雪 却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一般 彻底没了主心骨 那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 等下高市集团的人 就要过来收药草了 按照合同上面的条款 要是不能如期交付 咱们可是要三倍赔偿的 三倍 那可是六千万啊 听到这个数字 刘洪伟以及村部众人 全都是彻底愣在了原地 六千万 就算是把他们整个青山村都卖了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他们原本还打算指着这笔订单大赚一笔呢 结果没想到 需要让整个青山村都面临破产的危险了 此时的江因雪 也已经彻底陷入了绝望 虽然他现在还不清楚 这要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不管怎么样 这次怕是真的被陈东给说着了 他们跟高市集团的签下了这个合同 还真的就成了一个大坑啊 六千万 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这么多的钱压在头上 这该怎么还呀 他原本好心着想帮村民们发家致富来着 结果没想到 致富没致成 却还要害得青山村的村民们 面临破产的危险 一时间 将一雪心理委屈万分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刘洪伟跟村部的人原本商量着 先不要把药田出事的消息公布出去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先等他们村部这边 商量出一个对策来之后再说 然而 这哪里是能包得住火的 这村子里面 别的优点没有 就消息传播这种事情 那是快得很 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 大半个青山村的人都已经得到了消息 争先恐后地跑了过来 没多久 整个药田周围便已经围得人山人海 而那些村民们 在看到眼前药田的惨状时 也都是一片哀嚎之声 这可是他们花了半个多月的心血 才苦苦栽培出来的优质药草啊 结果才一晚上的功夫 就变成了一片枯草 这样的结果 让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最关键的是 收购药草的人 马上就要到了 结果他们却无货可交 六千万的赔偿金 如同大山一般压在他们所有人的心头 这真的是会逼死人的呀 江村书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啊 你不是说要带我们赚大钱的吗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谁来负责呀 三倍赔偿 我们可拿不出来呀 是啊 我们去哪能挣这么多钱啊 江村书 这个合同是你签的 你可不能坐视不管啊 那些村民们此刻也都是彻底慌乱了 拉着江英雪便是一通抱怨 江英雪被众人围在中间 顿觉一阵头大 不过江英雪也很清楚 不管村民们抱怨什么 他只管听着就对了 毕竟 这个货的确是他闯下来的 他理应承担责任 大家都先不要着急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江英雪想让大家先保持镇定 只可惜 这些普通的村民们 哪里能听得进去 对于乡下人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收入问题了 毕竟 收入的多少 直接关乎到一家老少的生存状态 可是现在 他们这些人 每家每户都面临着要破产的风险 这让他们如何能淡定下去 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能怎么解决呀 就是 我们家里老小可都指望着药草养家糊口呢 现在怕是要被活活饿死了 江英雪连忙摆手 不会的不会的 大家相信我 我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只是江英雪话音刚落 便听到一阵鸣笛声响起 滴滴滴 众人回身 这才看到身后不远处 几辆小轿车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到了跟前 看到这些轿车的车牌号 江英雪顿时眉头皱起 这正是高级集团的车呀 果然 车门打开 高尖程高洁父子 便从车上笑脸盈盈地走了下来 哟 你们这些乡下人 还真是够热情的呀 看我们要来 全村都出来欢迎了 可以可以 有诚意呀 哈哈哈哈 高尖程满脸笑一地倒 江英雪赶忙赢了上去 高总 就只是一个两千万的药草合同而已 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高尖程轻哼道 我当然要来呀 这还是我们高市集团 第一次涉足药草行业 我当然是要好好的把把关了 一旁的高杰 懒得跟江英雪废话 略显不耐地道 行了 我们今天过来这里 是来收获的 你们的药草呢 赶紧拿出来让我们奄奄货吧 这 江英雪一时无言以对 高总 是这样的 我们的药草临时出了点小问题 您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的交货日期 能不能再往后推一下 我们一定 江英雪原本还想跟高尖程商量一下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 高尖程便直接吃笑出声 推迟交货日期 我没听错吧 江村叔 你知道什么叫做交货日期吗 早就已经订好的交货日期 你说推迟就推迟 你当这是什么 过家家呢 一旁的高杰也是跟着附和道 就是 你知道这批货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 你知道我们的时间有多宝贵吗 告诉你啊 赶紧把货交上来 要不然 我们可是 要追究你们责任的 江英雪叹了口气 只得无奈地道 对不起 高总 我们的货 今天怕是交不成了 说着 江英雪便让开了身子 高尖程高杰 抬头看到那蔓延枯萎的药草石 顿时苦笑出声 啥意思啊 你们该不会就打算用这些野草来糊弄我们吧 高杰吃笑道 江英雪赶忙摆手道 当然不是 实不相瞒 我们这些药草昨天晚上都还好好的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觉醒来 就变成了这样子 我们 真的很抱歉 高杰顿时一阵无语 都这个时候了 还道什么歉啊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还要合同干嘛 高尖程更是懒得在废话 直接直奔主题 行了 我们时间宝贵 可没时间跟你们这些乡下人 在这里耽误 既然你们没能按时交付药草 那咱们就按照合同上来吧 没错 就按合同走 高杰说着 直接从包里拿出了合同 以至气使地道 按照合同上的规定 你们无法按时交货 违约在先 要按三倍赔偿 六千万 你们看着办吧 此言一出 青山村的所有村民们 脸色都是瞬间垮了下来 该来的 终究还是要来的 六千万 这可让他们怎么活啊 江英雪看到高家父子的态度 就知道今天显然是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思虑片刻 江英雪终于下定了决心 开口道 合同是我签的 跟村民们无关 这六千万的债务 我一个人承担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那些村民们面面相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江村书竟是要以一己之力 承担下所有的责任 这也太让人意想不到了 说实话 这么大一笔债务 对于村民们来说 完全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他们自然是恨不得能够甩得远远的 能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自然是最好的 可是此刻 他们真的听到 江英雪竟然是要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时候 所有村民的心情 却都是变得极为复杂起来 刘洪伟第一个站了出来 言辞拒绝道 那怎么行 江村书你当初之所以接下这笔订单 完全是为了帮大家发家致富 现在出了这种事情 需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你这也太看不起我们青山村的老少爷们了 刘洪伟的话 立刻就赢得了其他村民的赞同 村长说的没错 我们青山村的人可不是耸包 就是有福我们想 有难让你一个女娃子当 那我们还是人吗 江村书是好人 是来给咱们谋福利的 咱们可不能让他含了心啊 没错没错 听着周围村民们的声音 江英雪心中溢暖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没想到 这种情况下这些村民们竟然还能如此理解他 直到此刻 江英雪才真正的理解了这些乡下人的淳朴与善良 这些人的善良让他感动得想哭 这一刻 江英雪忽然觉得 不管以后自己在这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再受多大的苦 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 高氏父子看到眼前这一幕 却是吃笑不已 感人啊 真的是太感人了 高坚诚拍着手夸赞道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现在像你们这样重情重义的人 那可真是不多了呀 江英雪赶忙趁机说道 既然如此 那高总你能不能 江英雪原本还想求着 让高坚诚把收获日期再往后推一下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的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高坚诚拿手赌了回去 感人归感人 生意归生意 江村书你不用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高坚诚一脸傲然地道 既然你们决定一起承担 那就赶紧把赔偿金付给我们吧 金额我已经说过了 一共六千万 随着整个数字说出口 原本喧闹的现场 瞬间就又安静了下来 高坚诚吃笑一声 怎么的 刚才不都还聊得挺热闹的吗 怎么一说到赔钱 就都不吭声了 江英雪沉声道 高总 六千万对于您来说 肯定算不了什么 可对于这些村民们来说 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全家的积蓄也总共才一两万 你让他们从哪去弄这么多钱赔你啊 高坚诚轻笑 那还不简单 你们要是真没钱 我帮你们想个办法 干脆你们把村子里的地 还有你们的房子 全都转让给我 这样咱们的账就能一笔勾销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什么 一听这话 村民们顿时就有些慌了 把地跟房子都给你们 那我们以后住哪 靠什么过活呀 有人问 高坚诚确实耸了耸肩 这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 这一下 村民们顿时炸开了锅 没有房子 没有地 这不就彻底要让他们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吗 刘洪伟冷声道 土地就是我们这些乡下人的命根子 我们是绝对不会转让给你们的 还有房子也更别想 没了房子 难道让我们全村百姓都到大街上要饭吗 你们这个办法压根就行不通 高坚冷哼道 行不行得通 那可不是你们说过算的 就你们这穷山钩子的 除了拿房子跟土地抵债 你们还有其他办法还钱吗 刘洪伟无言以对 可他仍旧坚持道 没办法还钱 我们也不会把房子跟土地给你们的 听到这话 高姐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啥意思啊 你们还打算赖账啊 那你们可要出去打听打听 我们怀成高家是什么人 我们高家的账 可不是你们这些土包子 想赖就能赖的 说话间 后面几辆小轿车的车门打开 二三十个身穿黑衣的保镖 便从车上跳了下来 这些保镖一个个高大健壮 面色凶狠 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 而与这些保镖一起下来的 还有五六个文质彬彬的人 这几个人每一个手里 都是拿着公文包之类的东西 与那些保镖的彪悍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几个人 便是高市集团法务团队的人员 像是高家这样的大家族 各方面的能力 自然都不是这些普通村民 能够相提并论的 高洁现在让这些人现身 意思就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要让这些村民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能温能武 不管是耍横 还是打官司 高家都有着绝对的自信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赢了青山村的这些庄稼汉 怎么样 现在还有谁想赖账的吗 高洁看着众人 一脸嚣张的质问 而青山村的众人 此刻却都已经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也是自知理亏的 可是 一想到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要让他们彻底破产 所有人的心中 就根本无法接受 一时间 村民们一个个都是哭丧着脸 陷入到了彻底的绝望之中 不少人甚至急得都哭了出来 看到眼前这幅景象 高家父子相视一眼 嘴角都是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 他们知道 时机已经差不多成熟了 高尖城随即故作感叹地道 说起来 你们这些人也是够可怜的 可这又能怪谁呢 要怪就怪你们这些农民 放着好好的农作物不去种 却非要去种药草 要说这个帮你们搞出药草合作社的人 也真是够可以的 难道就没听说过一句话 叫没有那金刚钻 就别拦那瓷器火吗 你们之前压根就没什么药草种植的经验 结果一上来就搞出这么大一片药田 这不出事才怪啊 高尖城搞出这么一出 本来的打算就是为了给陈东使绊子 现在他终于是图穷底线 开始把矛头往陈东身上引去 高尖城此话一出 人群中立刻便有人恍然大悟一般 陈鹤道 是啊都怪陈东 要不是他让我们种植药草 也不会有这档子破事 老老实实的种地 发不了财 可好歹也饿不死 现在可好了 倾家荡产了 没错没错 这药草合作社就是傻东一手创办的 既然他是负责人 那他就该对咱们负责 这件事傻东也有责任 而且傻东现在是咱们村子里最有钱的 这些账务 理应让他替咱们承担 就算不能承担全部 承担一大半 那也是好的呀 你们说对不对呀 在这些生硬的带动下 那些村民们面面相去 一时间也都是有些没了主心骨了 说实话 把这件事的责任归咎到陈东头上 这怎么看都觉得有些牵强啊 陈东虽然的确是药草合作社的负责人 可他创办合作社也是为了大家好 而且 这次的整个事件 陈东都并没有直接参与 订单是江英雪拿下来的 药草是他们种出问题的 这跟陈东压根扒杆子都打不这样 就这样怪罪到陈东头上 怎么看都不合适 可是 人群中传来这么多让陈东负责的言论 却是让众人逐渐萌生了一种 想要从众的心理 不少人 甚至都开始点头 隐隐地有些想要认同 开了眼前的局面 正在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高坚诚高捷 父子二人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意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要把村民们对于陈东的仇恨 往更深处上瘾了 只是 还没等高家父子高兴起来 村民中却是有人忽然站了出来 正是赵叔 赵恒 你们都瞎说什么呢 这件事跟陈东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自己算算 自从这药草合作社成立之后 你们每家每户每个月都能多赚多少钱啊 谁都知道 种药草可要比种地赚得多了 这药草合作社对咱们整个青山村来说 都是大好事 怎么能怪陈东呢 刘洪伟也跟着道 没错 这药草合作社当初创立的时候 都是陈东出的钱 你们可都是一分钱没出的 赚钱的时候想不到陈东 结果赔钱的时候 却要让陈东负责 这世上可没这种道理啊 咱们青山村的人 也都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 你们自己说是不是 不得不说 赵恒跟刘洪伟的这一番话 绝对是有种抑郁 惊醒梦中人的感觉 那些村民们的态度 原本都还在观望徘徊 此刻听到这二人的话 立刻就回过神来 没错 陈东建立了药草合作社 帮他们每家每户都赚了大钱 是他们的恩人 他们怎么能倒打一耙 非要把这件事怪罪到陈东头上呢 这根本就不是人干的事啊 于是乎 村民们的态度 立刻就全部转变了过来 这事儿跟陈东有啥关系啊 咱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怎么能让别人替咱们背锅呀 就是 刚才谁戴的头啊 还要不要点脸啊 咱们青山村可没这号人啊 一时间 舆论便又被重新扭转了过来 所有人全都是一边倒的反对 把罪责怪到陈东头上 一旁的江音学 看到这一幕 心中再次感动 江音学很清楚 有点的时候 自私基本上是人类的本性 不得不承认 刚才这些村民们 有那么一瞬间 思想几乎也要被心中的自私所吞没了 可让人欣慰的是 他们最终还是扭转了过来 金无足金 人无完人 这些村民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而此时的高家父子 却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眼前的情况 跟他们事先料想的 似乎是不太一样啊 他们原本的打算 是调动起村民们对陈东的恨意 然后再怂恿村民们 去找陈东算账 让陈东替他们承担所有赔偿 最后 若是能够把陈东搞得重叛亲离的下场 那就是最好的 结果没想到 这才刚刚开始 就直接被村民们给抵制了 这让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压根就办法继续开展下去啊 这些香巴佬 压根不按套路出牌啊 看着这些穷的叮当响的香巴佬 却一个个起高调的样子 高洁顿时失去了耐性 一脸不耐地道 草 行啊 看不出来啊 你们青山村的人都还挺要脸啊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赶紧把我们的赔偿金给还了吧 知道你们没钱 那从今天起 这青山村就改姓高了 来人啊 把这些香巴佬 从我们高家的地盘上赶出去 随着高洁一声令下 那些保镖们立刻便从腰间拔出了橡胶棍 做事就要驱赶村民 如果是平日里 外面的人要是敢如此对待他们 青山村的老少爷们们 怕是早就拿起锄头铁线什么的 跟他们对着干了 可是现在 是青山村这边没礼在先 再加上高家那边 还有专业的法务团队坐镇 村里那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却是忽然响起 我们青山村的地盘什么时候成你们高家的了 说话间一辆摩托车急驰而至猛的一个急沙 紧接着一个漂亮的甩尾便静止停在了众人面前 不是别人正是陈东闻讯赶来 村民们顿时一阵惊喜 陈东 是陈东来了 这次咱们有法子了 在众人看来 不管他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只要陈东能替他们出头 那所有的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这就是众人对于陈东的信心 就连江音雪 在看到陈东赶到之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欣喜的表情 他的想法跟村民们也差不多 尽管他也不知道 这样一笔六千万的大窟窿 陈东究竟要如何才能解决 可他就是对于陈东充满了信心 毕竟 上次那个引流工程 可要比这次的事情还要棘手 结果陈东不费吹灰之力 就给解决掉了 在他看来 这次也肯定不会例外 高家父子看到陈东来到 脸色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 虽然他们不清楚 陈东到底是个什么底子 可这毕竟是连楼太公那种大人物 都要苦心巴结的人 绝对不是好惹的 所以 这父子二人的心情 顿时就变得警惕了起来 江音雪率先朝陈东迎了上去 到了跟前却是一脸的愧疚 对不起陈东 都怪我没听你的话 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说的没错 这个合同 真的是个坑啊 江音雪低着头 像急了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看到江音雪这副样子 陈东也实在是不忍心责备 毕竟这个女人做的这一切 也都是出于为村民们考虑 顶多也就算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 事到如今 再说这些没没什么用了 陈东随口道 而且有句话你也说错了 合同没问题 是制定这个合同的人 太坑了而已 什么 江音雪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而陈东则是没再过多解释 而是静止来到了高家父子的面前 高杰那天可是亲眼见证了 楼太公为了陈东 当场斩杀欧郡的一幕的 此刻他见到陈东 竟是没来由的 有些紧张起来 脱口而出道 陈东 这 这是我们跟这些村民们之间的事 跟你可没关系 你别在这里多管闲事啊 一旁的高尖城 听到儿子这话 心中顿时暗道不好 自己这傻逼儿子 这已经说错话了呀 果然 陈东在听到高杰的话后 不禁咧嘴一笑 他一边给自己点燃了一根烟 一边饶有意味地说道 行啊 你们这些城里人 还真是够有见识的呀 连我一个小农民的名字 你都能叫得出来 看来之前可没少下功夫吧 听到这话 高杰的心里 也是不由的咯噔一声 也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大错 是啊 他要是之前不认识陈东的话 怎么一上来 就能直呼出对方的名字 那如果他之前 就认识陈东的话 那就直接加大了 高市集团 跟青山村这个合同的嫌疑 这完全就等于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呀 看到高杰这副吃饼的样子 陈东也懒得理会 而是接着说道 你们高家还真是够可以的呀 主意都打到我村子里来了 竟然还打算怂恿村里人来对付我 敲山震虎 玩得挺溜啊 高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高坚城反应却是极快 善笑道 什么对付你 什么敲山震虎的 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都说过了 这是我们跟这些村里们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我劝你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高坚城自然不可能承认 他们是故意冲了陈东来的 所以 此刻 便咬死了只是跟村里们之间的矛盾 企图把这件事情 化解成一个普通的合同纠纷事件 只可惜 这点小伎俩 又怎么可能瞒得过陈东 陈东随即清亨道 什么叫跟我关系 你们刚才可都说了 要让这青山村感性高呢 我也是这青山村的一员 你说这事儿 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高坚城心中不禁一阵得意 事实上 这也正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如果是他们直接找陈东的麻烦 那还不太好说 可是现在 是陈东自己送上门来 要管这档子事儿 那可就怪不得他们了吧 行啊 既然你这些想管闲事儿 那我们就给你这个机会 我们跟你们村药草合作社 合同的事情 你想必也都知道了吧 现在他们不能按时交货 按照规定 是要赔丢我们六千万的 既然你这么爱管闲事 那不如这笔钱 就由你替他们出了好了 这样的结果 虽然跟他们之前 料想的似乎不太一样 可仔细想来 若是能让陈东一口气 亏个六千万进去 这似乎也是一件 很不错的事 六千万 绝对也算是让陈东 栽了个不小的跟头了 这样一来 到了楼太公那里 也算是能够交差了 随着高坚城此话一出 人群中竟是忽然 响起了一阵附和的声音 没错 他是药草合作社的负责人 这笔钱就该他出 我也同意 让陈东替我们出钱 陈东原本要说些什么 听到这话 却又停了下来 他二话不说 静止地走向人群 面前的村民 不明所以地 让开了道路 随后 陈东的目光 便直直地落在了 面前的两个身影之上 这两个身影 一个是董鹏 一个则是村里那个 出了名的懒汉 张麻子 迎着陈东的目光 董鹏跟张麻子俩人 一时间都有些胆怯 你 你看我们干啥呀 就是啊 合作社是你搞出来的 本来就该你 两人还想狡辩 只是 他们话还没说话 陈东就直接两巴掌 甩了过去 啪 啪 两记响亮的耳光 重重地扇在董鹏 跟张麻子脸上 把俩人打得啪倒在了地上 刚才带节奏也就算了 现在当着我的面还敢带 咋的 真当老子而背了是吧 此话一出 周围众人顿时恍然大悟 怪不得刚才突然有人提议 要让陈东替他们承担责任呢 原来都是这俩年坏的家伙 在这里乱带节奏啊 众人心中不经一阵侥幸 幸亏刚才没继续听这俩人的话 要不然还真的被他们给带到沟里去了 董鹏张麻子挨了一巴掌 却还很不服气 姓陈的 你凭什么打人啊 就是 我们说的也没错呀 药草合作社就是你创办的 你当然该负责呀 不等陈东开口 一旁的刘洪伟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就你们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货 打死你们也是活该 药草合作社是陈东办的 出了什么事儿他就该负责吗 这东山的地还是陈东带人开出来的呢 那你们要是在这里吃屎的时候 不小心噎着了 是不是也要怪到陈东头上啊 我 董鹏张麻子 被噎得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那是什么东西 我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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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